大家好 大家好 這集的錄音廠檔 沖繩背後的環節 繼續有貝君奇先生跟我們聊聊 上集說了很多關於馬仔的事 這集就要說說你跨界別的成功之道 我知道你五歲之前住在寧波 之後就來了香港生活, 為什麼呢 因為我父親在香港打工, 工作 自然我和媽媽二居來香港 在香港讀書, 工作 現在已經六十多年了 時間很快 我知道你中學時有教過書 你教什麼科學 其實我在小學教, 什麼都教 我自己教什麼科學 有時候不記得 很多人覺得我寫過稿 或者出過專欄 出過旅遊宅 肯定是教中文 有一次我碰到一個學生 他就…中文當然厲害 英文也很厲害 陶傑先生 陶傑就是我小學時 我教過他的 我問他 陶傑, 我教過你哪個科學 你教我英文 我學了二, 我自己也學了二 因為我英文水平現在很不高 很多人知道我這幾十年 都沒有說英文 經常回國內做事 都是說普通話多了 英語反而是, 我教英文嗎 很多人都覺得我是教中文 讓你猜不到 對, 真的沒有猜不到 我想問一下 你之後有段時間 你選擇去行船 真的很帥氣 但當時家人會否很擔心你 或者… 不是的 我們全力全家支持你去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寧波人 是航海的人很多 我們當時去行船 其實我們寧波出了很多船王 包括鮑玉光先生 董奧雲先生, 華江公司, 趙家 那…都是寧波人 所以自然他會有些鄉里 去上傳做事 那當時我選擇這個行業 因為我覺得 如果躺在一個小學教書的話 視野會很窄 那當年來說 也不容易出外誘惑 那我就想起一個年初 如果我選擇航海的話 你可以… 就是環有世界 就是列國那樣都不錯 那我就在交樹的科學院 就是學無線電 我是學無線電 即是我們所謂 學摩斯曲 即是說 就是環遊世界 這麼久以來你行船 有沒有驚險的事發生過 當然我不是說要打到SOS 但有沒有驚險的事 令你很深刻 驚險的事就多了 因為好像我們遇到實際颱風 那個浪… 韜天巨浪, 什麼叫浪 那隻船在那裡發尾塵塵 你隨時… 假如這隻船沒有動力的話 就隨時翻側 幸好我們的船能保持動力 所以我自己人生裡有一個隔離 就是運動產生力量 船也要有一個運動 所以我們的斜魚轉動 就有能力去抵禦風浪 人們也一定有動力 如果沒有動力的話 也會很危險 我想問, 例如行船 應該船上全部都是男人, 對吧 怎麼可能有機會認識女生 你操練什麼時候? 介意說嗎 我不介意說 因為我現在的太太是中學的同學 其實我很詳情 初戀情人就是我老婆了 你想要我嗎 對, 但我老婆聽了 一定會很開心 是 其實我的眼選… 很多人說眼選有很多言語 其實我沒有甚麼言語 但我其實… 但老婆在看, 所以你跟我看 去到每個地方, 可以說 其實我也很運氣 我也有華僑的地方 自然有華僑的青年女性 當時我也是很年輕 20多歲 自然會結識到女性的朋友 但我們也很純情 我很好運氣 就是我去到每個地方 都有女生陪我去旅遊 很開心 陪你去旅遊 現在很大件事 陪你去旅遊 當時很純情 大家最多寫信 跟信 像台灣 我有台灣的… 他陪我去台南 去旅遊、阿里山 去台北、楊兵散莊 阿里山也很漂亮 去到南非 我帶我到處 因為我們… 有時這些船停了一個月 好像南非我停了一個月 每天都在華僑青年 有幾個美女陪我陪著 到處看電影、社區 大家有很多活動 比較深刻的 我在緬甸一個多月 也有兩姊妹 是華僑學校的老師的子女 在結識之後 就聘請我去她吃飯 兩姊妹一起唱歌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帶我去周圍旅遊 所以我寫了很多旅遊的文稿 故事等等很多 最令我難忘就去到馬來西亞 因為有兩姊妹也是 她上船 她是我們代理行經理的侄女 自然帶我去黑鳳凍、吉隆坡 我去檳城去玩 樓下最印象的身份就是她的妹妹 當時她十六歲 還未成長 當然大家很順情 因為她不懂中文 不懂寫中文寫英文 突然她問過一件事 就說… 說甚麼 貝先生 如果我要環遊世界最好做甚麼 我會說你最好去追空中小姐 她真的考得博太 今天來香港培訓 住在YNCA 她打電話給我 貝先生,我來了香港 她說她要出來了 然後你便出去了嗎 我便出去了 你老婆知道嗎 我老婆不知道 但現在貝太之力 我看到她… 好像不懂 現在整個樣子變了 她已經帶十八遍 她不是做過的 我只是想說 她成長後真的懂得化妝 當時讀書的妹妹 懂得化妝 現在有後悔嗎 突然眼前一、兩 不懂 不懂 但我剛才回來了 就改了行業 做工程 難生難世 想到我和船上穿西裝 穿…不同的 感覺上… 為甚麼今天公開地盤出來 我做工程 整身大行,很髒骯髒 好像… 她問我,她問我 她已經結婚了 然後她立即很傷心 她說沒有 然後以後也沒有通訊 以後也沒見過她 所以沒見過就沒見過 每院最美的、最好的回憶 在心裡是最好的 這是非常… 有一種回憶 對… 你行船時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有否一樣東西你學到 到今時今日 都覺得不忠身受容 當然,我們要學會包容 學會和別人相處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船上 在一個很小的範圍裡 生活了這麼多人 來自不同的地方 我們說是來自湖四海 甚麼人都有 但你要學會和別人相處 我自己是體現去背影 其實每個人都有 我們學習的東西 在這裡 即是說 如何去摸索 其實你會學會和別人相處 我可能會被別人覺得 我在那麼多的圈子裡面 包括足球圈 馬圈也好 或者我們商界 或者我們商界 我可能會被別人覺得 或者我們其他的社會團體 我是比較會受歡迎的人物 對,很開心 我經常覺得你很靜 也很樂觀 對,要樂觀 有容人之道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 而且要自己做好自己 而且要很努力去做一件事 你做好它,對吧 不要去計較成就 不要去計較得失 這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們在船上 一個圈子裡面這麼小 每天看到大海莫莫 每天都看到宇宙之大 我們人是很渺小的 對 其實你會體現到這種 這樣的人生經歷 我經歷了那個航海之後 我會覺得自己看問題 會視野不同了,對吧 當時船上 剛才你說船上都是難人 其實不是 船上有女性 因為我們護士 我們的事務員 也會有女性 其中一個比較著名的 曾經是香港蠟燭的 小欣欣 也是? 小欣欣看到我的老牌 他是高雄護校 當時我們… 很棒 我這次在船上應該… 應該很棒 對 當時… 曾經有斷情嗎 有 為何說我是一個比較保守 而且是比較純情的 還能理不住 我這個護士 也是高雄 因為可能我們選擇在船上的女護士 當時也有挑釋選擇是美女 你知道 欣欣姐當年也很… 很笨 當然很漂亮 當然很漂亮 而且是女老師 跟我背山聊天 有很多趣味的東西 我覺得今集一定是說不完 我們一定要留在下一集繼續說 下一集沖線背後繼續有背山 這叫雞弓頸 即是證明馬是更合適的 好, 大家試試 替我做一次雞弓頸的動作 你先做 這麼聽吧, 馬上 真的 聽, 剛才誰扔我 真的很像雞弓頸 這個 那邊 謝謝 我們叫你脫衣 脫衣 好了, 這班學生 很棒, 學生